大家好,我是蓮姐 今天來這裡拔野菠菜 也叫酸母 下面像一個小蘿蔔一樣 野菠菜的這個葉子很像榛菠菜 像這樣子 酸母的營養價值非常高 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一般用來涼拌或者炒肉絲 奔在地的技術毛是吧 炒在隔壁 隔壁長瓜塊的 隔壁長的隔壁長的 長發紅的 這種草農民是最討厭的 好,到那邊去 這邊的有點老了 那個地方都開發了 跑裡面去 那個地方的沒有發 這個地方有發 發你的頭 這邊的有好多開花了 好多雷公根 也好多野菜 苦麥菜這裡 苦菜這裡的苦菜好嫩 底下是葛地麻油味道 太太幹了 然後 嗯 一嘗給水邊 一 這個隔的很有勁 這個一隔也有勁呢 好大顆 刀子一下 然後一嘗的野菜就有 那也跑這麼遠啊 那先不上去 好多石頭啊 這個地方 爸媽他們不吃野菜了 因為那個年代 他們都是用這些來餵豬 家裡面 養兩三頭豬 感覺你要跟豬 同一塊吃這個東西的話 好像沒有尊嚴 現在沒能養豬了 就能吃了 那些豬肥料也應該可以 這塊 這可能是菠菜的表兄弟 是菠菜的鄰居 青草 這個根呢 像那個蜂蘿蔔一樣很長的 生命力所以那麼強 是這個根長得太長 你說對 你分析的很有學問 我一看你的樣子就是很有學問 切成段 拿來炒這個瘦肉絲 油 瘦肉絲 切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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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酸菜還酸 有那個 菠菜的香味 挺好下飯 切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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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段